琵琶曲读琵琶行并续复八 作者 把我漂泊 描写音乐是琵琶行的特色之一 从写作角度而言音乐是听觉 听觉作为文字描述对象是有难度的 因为比较抽象 它不像一场篮球赛一幅美术作品等那样容易写 它本身是缺少视觉感的而文字 因为是通过视觉来表情达意的当然盲文除外 所以更多倾向于视觉 尤其我们中华的汉字象形文字 本就是对客观世界的简笔式描述 白居易在琵琶行中用文学的技巧 撞会了好几首琵琶曲 青龙漫年抹腹条出为霓裳后六腰 这行诗句白居易概括描述 琵琶女弹奏的两首琵琶曲霓裳六腰的弹奏技法 这两首曲是当时的名曲至少是京都的琵琶名曲 霓裳全称霓裳语一曲或霓裳语一舞 是唐代宫廷乐舞曲本用于宗教法会 带有外来色彩的西域音乐 经唐玄宗之首结合汉族清商乐而著名 既然这个作品深受唐皇推崇 那身为唐朝官员的白居易自然是耳熟能详 而乐师异计必定是必修苦练的曲子 资料显示帝王润比的霓裳曲 大体由三部分构成 开始自由缓慢中间漫版结尾加快 是全曲的高潮 六腰有名绿妖 陆药 乐氏 是唐代有名的大曲之一 叫方济在有此曲 中国小百科全书介绍绿妖是女子独舞的曲子 节奏由慢变快舞至高潮时 长袖飘逸体如游龙 白君毅对这两个曲子相当熟悉 有一听如故之感 他用青龙漫年抹腹条 来概括琵琶女演奏这两首京都名曲的技法 其实也道出了这两首琵琶曲 变化多端颇难演奏 而轻漫腹三个技术动作的修饰词 展现出琵琶女面对如此高难之作 却依旧从容表现信心十足 从而表达对眼前这个琵琶女情迹的认可称赞 应该说这两首京都名曲 是沟通白巨翼和琵琶女共情最主要的桥梁 音乐所演奏的代表着 这听者和演奏者人生的高光时刻 在音乐中一部分是有故事情节的 会在演奏中安排各个乐章 比如琵琶女弹奏的霓裳与异曲 就描写唐玄宗向往神仙而去乐宫 见到仙女的神话故事 白居翼在其他文章中都有记载 音乐演奏中也有无故事情节的 也不描写景色 但它通过音乐手段 反映了人们非常细腻的丰富的 变化多端的感情起伏 例如这里的唐教方名曲六腰 因此调宇贤最小节奏繁吉而名 京剧亦有六腰令喜吹打曲牌 无畅词多用于官员上朝回府时 所以青龙漫年抹副条 虽然是总括两首京都名曲的技法 但是叙事性的霓裳大体是 用了青龙漫年抹这些 使琵琶弦弦弦长的技巧 副条则是无故事性的六腰曲的节奏概括 因此初为霓裳后六腰 可以理解为之前弹奏的曲是霓裳 后面弹奏的曲是六腰 所以弦弦演艺生生 思思素平生不得志 低眉信手续续弹 说尽心中无限事 其实是琵琶女弹奏的霓裳 从大贤曹操如吉语开始 到东传西房巧无言 《未见江星秋月白》 是琵琶女弹奏的六腰曲 白居易对琵琶女弹奏六腰曲的描绘 主要从音乐的节奏和旋律两个角度来写 首先是音乐的节奏及音乐的快慢强弱 白居易先从音乐表现的速度快慢及节奏上 描述琵琶音乐的演奏 大弦曹操如吉语 琵琶弦有大小视为有粗细 只弹奏大弦因为弦粗 所以音笛发出曹操的声音 相对于小弦就比较低沉 而向吉语表明是单一地弹奏大弦 而且弹奏扫波大弦的速度快 前面的弦声还没有结束 后面的弦声已经又发出来了 很是着急的样子 小弦窃窃如私语只弹奏小弦 因为弦戏所以音高而发出窃窃的声音 如耳边私语 则表明演奏者拨弄小弦的时候 力度是非常轻柔的 不像前面扫波大弦那样用力 曹操窃窃窃弹大猪小猪落玉盘 大小弦交替弹奏就出现了曹操窃窃的声音 这音乐像大猪小猪落玉盘表明 弹奏得清脆干净 大小弦拨弄得非常明确 一次大弦一次小弦 随着弹奏速度的变化 产生出一把珍珠掉落在 轻薄光亮盘子里的错落声音 叮叮咚咚的 之后白居易又从琵琶音乐的旋律性 吉音的高低流畅度上描述 监观音语花体花 小鸟夜音躲在花丛里 发出监观婉转的声音 这里监观是你声词 好比让你模仿一只小鸟怎么叫唤的 大体你会发出类似监观这词的声音 一般我们模仿小鸟叫是叽叽叽叽 但是这叽叽叽叽又可以是小鸟的叫声 所以白居易用监观这个词 来你小鸟的声至少可以是区别吧 鸟叫无疑是高音 那必定是细弦小弦了 大体描述了此时候的音乐 向小鸟躲在花丛里唱歌 优夜全流冰下男 优夜带有哽咽发不出声音 冰下男表明音乐像冬天的流水一样 快冻结住了 给人凄凉冷气的感觉 一下子到了绵长的冬天 所以这时候的音乐速度上讲是迟缓的 从旋律上说是从优夜的高音 流淌到了冰下的低音 大体是优伤绵长 冰犬冷色弦凝绝不通声赞些 音乐像冬天的泉水般快要冻住停止流动了 琵琶的弦震动快要停止了 当琵琶弦停止颤动的时候 音乐声音也就停止消失了 别有忧愁暗恨声 此时无声胜有声 这一句常被称作文学写作名句 从侧面描写音乐以无声写有声 小时候写作文 常用地上掉一根针都听得见 反称环境的安静 这里白军翼是用空白的声音 让听众产生意犹未尽的感觉 虽然琵琶声已经消失了 但是在听者的耳朵里似乎还在回响 在听者的脑海里还在回荡 产生艺术上的留白效果 给听众有时间去回味感受 刚才听到的音乐 银瓶炸破水浆泵铁气吐出刀枪鸣 这时候的音乐就像装油水的暖水瓶 突然破裂了 暖水瓶我国北宋时期 就已经开始制作并使用了 这暖水瓶突然破裂的声音必定会让 本还在无声安静的环境中 回味音乐的听者吓一跳 无声到有声的转换表现得很突然 而且这无声中出现的有声 又非常巨大快速 就像林中突然冲出的战马铁骑 手握长枪口中呐喊 然后一阵刀枪交明战斗的声音 如果非要追问是和谁战斗呢 按照听者神游的思路 是听者骑着战马 亦或是看着一队人马正在行进 突然半路遭遇了林中冲出的铁骑 然后战斗一番 至于谁赢了 因为并非是故事性的音乐 而这里仅仅是对音乐听觉的撞会 自然没有必要去深究 曲终收播 当心话似弦一生如烈钵 琵琶乐曲的结束方式 不是渐弱不是余音绕量 而是至音收声的结束 是很突然的结束 带有现在玩的快闪的意味 东传西房巧无言 唯见江星秋月白 白居易通过这两句 把音乐的听觉 转换到了眼前的视觉 把还在音乐中神游的听者 带回到眼前的乐夜将近 无言表面是拟人的用法 但是又是作者白居易 此时的心声 音乐的神游是会结束的 回到现实依旧是寒江冷月 等待着它 而你人的主语 则用东西两个方向 来代表周围所有传之 用江面的这些传之的无言 来表明琵琶女 刚才弹奏琵琶曲的影响力 这影响力一直落到 江水中的月亮上才结束 由此表现出 对琵琶女情绩高超的赞叹佩服 在这音乐面前 眼前所有的万物都是无言雅人的 以上是白居易对琵琶女演奏六腰曲的细致描述 把无故事性连续性的音乐 用给予诸落预盘 音语 花笛 兵权 银瓶等一系列撰绘 画抽象为形象写出琵琶六腰曲的变化多端 破难演奏 琵琶女用不同的演奏技巧表现乐曲的不同阶段 由此展现琵琶女演奏技术的高超演技的出神入化 这一部分常要求中国的学生去背诵记忆 从文字上讲这一部分的语词还是比较艰涩的 是白居易对于六腰曲的个人独特感受 因为缺少音乐故事情节的连续性 所以猪落玉盘 鸟叫 流水 银瓶炸破 刀枪鸣等类比 来写听觉上的响度 用水流曲折 银瓶炸破 铁器突出等比喻 来写听觉上的速度 无规律的视觉画面性词语的排列 记忆是有不少困难的 其实这一部分文字 我们只要知道如何来用文字描述抽象的音乐就可以了 我们需要掌握的是方法 白居易这里文字仅仅是主观性很强的个人案例 猪落玉盘也不是谁都会看到 铁器刀枪也并不是谁都能倾鉴 本身比喻就带有时代性 当年的读者以光阴四件为家具 今天我们不得不佩服类似岁月如高铁 童年像WiFi青春像5G的这些比喻句 那白居易在琵琶行中 总共记录了几首琵琶曲呢 或者说那一晚萍水相从的琵琶女 弹奏了几首琵琶曲 首先我们可以明确的是 琵琶女那晚弹了三次琵琶 因为是白居易是先喝酒再听到琵琶曲 所以护文水上琵琶声此为第一次 转轴波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琴 是第二次弹奏前的调教音准 最后一次是白居易要求 莫辞更做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 期间第二次是调教音准之后 初为霓裳后六腰两曲 因此那晚琵琶女弹奏了四首琵琶曲 真正的所谓的那首琵琶行的琵琶曲 白居易对于乐曲本身并没有细致描述 只用七七不四向前声一笔带过 可能是他的确是第一次听到 在我们江南乌农软语中苏州平弹 无疑是比较有特点的传统音乐艺术 声音一响几近黄昏 印象中的苏州平弹是琵琶弹唱 或一人弹奏一人唱词 也有一人自弹自唱 人生应该是我们人类最初的音乐 琵琶女那晚为何只弹奏琵琶曲而不唱词呢 四首琵琶曲都仅仅是纯粹的契乐演奏 首先琵琶女并不是雅女 因为她是能自言少年似的 但是要说琵琶女只会弹不会唱 身为教方第一步的琵琶女 那无疑是说不过去的 并且又有白居易做琵琶行赠之 作别白居易后是琵琶女可以拿这个词用来弹唱的 唐朝文人填词给歌女本当时的时尚 到了宋朝还有奉旨填词的诗人刘勇 所以琵琶女那晚只弹不唱大概唱并不是她的擅长 异或唱的确也唱得一般 要不然有唱词的琵琶弹唱 必定更加容易让听众去懂得她演绎的故事 如果先闻其声的琵琶女是弹唱出场 那倒是打消了之前不少的疑惑和传测 但是作为叙事师 白居易的确只记录了琵琶女的琵琶曲 如此琵琶曲的确是纯粹的音乐 比如唐朝的宫廷音乐 西方的交响乐 这些都是没有人声 是纯粹的音乐盛宴 在西方音乐中交响乐团最早是 依附于宫廷的官方御用的宫廷乐 规模宏大一方面彰显皇家贵族的实力 另一方面也是拉开和民间百姓音乐的距离 所以给普通人高贵典雅的感觉 中国传统音乐中唐朝的艳乐大驱 则是古代宫廷歌舞艺术的最高成就 唐朝成随朝的七步乐到九十步乐有专制宫廷 演奏的作不济力不济 例如奏霓裳一曲千锋上 也有180多人参与演奏 这规模超过今天大部分交响乐团了 作为宫廷音乐到小规模的宫廷念乐 本质和西方的交响乐一样 是用来区分社会阶层的 阶级时代的平民百姓 没有资格去欣赏这样的高雅音乐 平民百姓要接触到高雅的音乐 像琵琶女这样卖身充当琵琶歌技 几乎是唯一的机会 因此身为教方第一部的琵琶女 按照唐朝音乐大盛的实际 她大抵是真真切切一个纯粹的琵琶演奏者 而弹唱并不擅长 而来自于京都观乐琵琶曲 在白居易贬折之地的江州人眼中 却是高大上听不懂没意思的代名词 所以那晚在江边能遇到听懂欣赏这些功乐的白居易 对于琵琶女来说实属不易 那这首并没有歌词琵琶曲 为什么会让江州司马青山诗呢 大动白居易的《我想归根结底》 不是琵琶女弹奏的琵琶曲 而是琵琶女能言说的绅士故事 虽然表达故事最直白简单的方式 是说故事 唱故事 虽然琵琶女并不擅长弹唱 但是最后的琵琶曲 是在琵琶女言说了自己的绅士以后 白居易之所以能听懂最后的琵琶曲 其实已经先懂得了琵琶女这个人 最后那首叫做《琵琶行的琵琶曲》 是在琵琶女和白居易 互诉人生沦落故事后才弹奏的 也就是说对于白居易这个听众而言 是提前知道了演奏者的人生故事 对于琵琶女而言 是了解了眼前这个听众 和自己有着同事天涯沦落人的经历 简言之 最后的琵琶曲是在表演者和演奏者 都做好了玉系功课的 预备了演艺和欣赏的情绪后 才开始的 所以就有了白居易当晚的最高评价 满座重闻皆演契 坐中气下谁最多 江州司马青山诗 因此那首叫做《琵琶行的琵琶曲》 如果从故事性上去说的话 那必定是演奏者琵琶女 自身沦落故事的演艺 欣赏者贬观江州的投影 从情绪上去体验的话 那必有琵琶女的哀怨 也有白居易的牵折易 那首叫做《琵琶行的琵琶曲》 是演者和听者到人生交汇 情绪共鸣 世间的最美均在追寻的想象中 多一句去撞会 都是对最美的破坏 罗曼·罗兰说 艺术中没有进步的概念 因为不管我们回头看多远 都会发现 前人已经达到了完美的境界 如果你已经开始感受到 最后琵琶曲的美 那么穿越了千年万年 你我相逢 又何必曾相识呢